今天我要做一份丰富的下午茶甜品 给我朋友一家送过去 他说他现在吃什么都没有胃口 一家人全羊了 关键是一颗药都没有 这个是糖粉 直接加到软化好的黄油里 所以我准备带上甜品和药去看看它 再把蛋液加进来 给他做的第一份是巧克力油心塔 现在在做塔皮 这个低筋面粉直接给他加进来 继续给他揉成团 然后平均分成六粉 谢谢 三个 二 整理成杯子的形状 送入预热好的烤箱 180度烤18分钟左右 打了两个蛋清 再快速的把手指饼干做好 蛋清里加30克糖 打发到挺起来是这种小弯钩的状态 再加入两个蛋黄 打大约30秒 筛入60克的低筋面粉 给它轻轻的拌匀 尽量给它挤得均匀一点 做的OK吗 180度烤15分钟左右 烤好了 我们立马拿出来放凉 先把马斯卡芬给它软化上 再做流心塔 淡奶油加巧克力融化 巧克力奶油融化好了 放在一旁备用 我还特地买了两箱 黄天鹅的可生食鸡蛋 这一箱等会给我朋友送过去 他家娃喜欢吃糖心蛋 这个我们留着来做提拉米苏 和我们的流心塔 先取出6个 这个黄天鹅的鸡蛋它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不含沙门氏菌 不用担心吃了会捞肚子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也很漂亮 里面还含有天然的类呼噜酥素 而且它这个里面一点点的淡腥味都没有 不喜欢腥味的还可以用它来做戚风蛋糕 哇好色滑 拿去冷藏两个小时定型 再来做提拉米苏糊 4个可生食的蛋黄加40克林卡糖 打发到这种蓬松发白的状态 然后再把这个橙皮加进去 再加半杯橙汁 特殊的使其尽量多补充点VC哦 半清理加40克林卡糖 打发到这种小弯钩的状态 我做的是传统版本的提拉米苏 我觉得这个口感最轻盈 最后再把马斯卡蓬糊和蛋白霜混合均匀 还有今天这个熟知饼干烤得好脆 底部先铺一层沾了橙汁的熟知饼干 挤上一层马斯卡蓬糊 盖好盖子拉去冰箱冷藏4个小时以上 流行塔还有我们的提拉米苏都冷藏好了 哇这个流行塔我看着真的好想吃一口啊 上面再用新鲜的橙色给它装饰一下 你看到这个香橙提拉米苏都咽口水了 但是我还得忍住不能吃 再去把药拿过来 拿一盒这个布朗芬 两瓶小朋友推烧药 差点把黄天鹅的鸡蛋忘记了 打死你 怎么回事 我 53点 sut Randativa 3个几时